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 我们能不能通过一些简单的方法 来监测我们自己是否健康 或者说基本上处于一种健康状态呢 那么今天呢 我给大家提供的就是这样一个 简化而实用的健康自查标准 这当然是重点词 从中医的角度来给大家 提出了这样一个标准 这个标准有这样几个方面 首先是吃 我们都知道 人要活着人要健康 他一定是要进食的 一定是要吃的 那么这个吃 他健康的标准是什么 就是三餐时间到就会有食欲 别看这么简单的一句话 他反映了一个人脾胃功能是否良好 一个正常的人 当我们三餐时间到的时候 身体就会发出这信号 哎呀 我该进食了 我该进食了 该吃了 就会有食欲 那么特别是早餐的问题 咱们现在年轻人 我调查过 好多人 年轻人他不吃早餐 我问为什么不吃早餐 说早上匆匆忙忙的起来要去上课 另外我也没有食欲 早上的时候没有食欲 这个没有食欲 往往提示你的脾胃功能在下降 或者是说你最近那段时间 有过度的熬夜 过度的紧张这种现象 所以说这个吃啊 三餐时间到就有食欲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 那么在临床上 我们在看病的时候 也非常重视这个食欲的问题 中医看病 不管是看中风还是看肿瘤 不管是什么样的病 首先要把他的胃口挑起来 什么意思 要让他想吃饭能吃饭 想吃了能吃了 那么他的身体的健康 或者说他病的康复 才有了保证 因此中医有许许多多的中药 防治啊 食疗的方法 就是专门来调整 一个人的食欲的 这是吃 第二个 喝 喝了就喝水 喝了就能解磕 对这个喝水的问题 也是一个健康的人 磕了我就自然而然的 喝点水 并且喝了以后 觉得口干舌道的感觉 就能够顺利的得到缓解 这个问题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体内的水液的代谢 它是正常的呀 水液代谢正常的时候 需要的时候就要你喝水 然后喝了以后补充了水分 好了 这个咳就解决了 那么在临床上有这样一些问题 需要注意就是 出现了这种咳的异常 必须考虑有可能是疾病 比如说 有的人一天到晚 十分的口渴 要喝大量的水 比如说我有一个病人 找我看病的时候 他说我一天要喝 八暖瓶的水 大家想象是个什么概念 这么大的暖瓶 要喝八暖瓶 要不断的喝 不断的喝就不断的尿 不断的喝不断的尿 然后喝了以后就排出去了 那么这样一种 中医说叫大科隐隐的情况 那肯定是身体状况出问题了 说大科隐隐 大凡科不解 大凡科不解 从现代医学角度来看 嘴巴特别渴的 常见于三类疾病 第一类大家能想到的 糖尿病的渐性的症状 有的人他就是喜欢喝 糖尿病就是吃的多 喝的多尿的多 这个你要考虑糖尿病的问题 第二 甲状腺功能抗剂 他也会口干口渴 要大量的喝水 第三 有种特殊的病 就是我刚才说到 遇到的那个病人的 叫做尿崩症 尿崩症 由于他这个体内 有一个抗利尿激素的 分泌多了 他就不断的要排便 排了小便以后 然后就要渴 那么这三种是引起 大科隐隐的三种 非常重要的病因 这是一种情况 另外一种情况 就有的人他从来不觉得渴 你让他喝水 他不喜欢喝水 就是在他发烧的时候 他也不想喝水 这说明什么 提示他体内的水液代谢 有可能怎么样 阻止了 不太畅通了 不太畅通了 水分缺乏 他也不愿意补充 或者是体内水分 淤质的过多 他不愿意补充 这也是一种情况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这个病人 他喜欢喝水 并且喜欢喝什么 喜欢喝滚烫的水 喜欢喝那种非常热的水 那么这种情况 往往他提示他体内 冰天雪地 他阳气太虚了 特别是一个病人 他特别喜欢喝滚烫的水 我们要考虑 他有可能是阳气过虚了 所以说 渴这个问题 那就是渴了 我们就喝水 喝了能解磕 那就说明你是个健康的人 否则的话 口渴的异常 往往提示身体状况 出现了问题 第三个 就是拉 什么意思 大便的问题 大便正常的状况 健康的状况 应该是每天大便一次 有的两次也行 但最好的状况 是每天大便一次 并且从它的颜色上来看 是黄黄的 肢地上来看 软软的 其实解出来到 它是成条的 就像一个香蕉一样 我们说 能不能一天解一次 香蕉变 往往提示你的健康状况 怎么样 每天解一次 黄软 像香蕉一样 这是健康人的大便的状况 那反过来说 如果不是这样的状况 特别是一些比较严重的状况 往往提示身体有问题 比如说有的人说了 我一个星期才解一次大便 我三到五天才解一次大便 并且我解出来的大便是 像算牌子一样 硬硬的 很干结 不用开赛路 解不出来 那说明什么 说明它的肠道的传导出了问题 那还有的说 我一天要解三四次大便 从来都不成形 有时候是呼状的 有时候是吸水状的 有时候呢 是到大便池子里边 它就散的 那么这样一种状况 往往提示它的脾虚 吸收的功能 受到了影响 那么大便的感觉呢 有的人说 我每天倒是解一次大便 但是老是解不干净 解了以后还是觉得不舒服 这也是提示 健康有问题 有人曾经做过这样一个调查 很有意思的 说每个人结过大便之后 你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发现90%的人 都是结过大便以后 就会牛头看一下自己的大便 这个很有意思 实际上是人的一个自我保护的机制 大便以后 顺便牛过去看看那个大便情况 很重要 很重要的 这个大便是否成型 颜色怎么样 有没有带有浓血 有没有带有碾液 有没有带有不消化的东西 都反映一个健康的状况 因此结过大便以后 牛头看一下是一个很好的习惯 好 健康的第四个标准 第四个标准叫做撒 是什么意思 小便呀 撒尿啊 健康的人 他的小便一定是通畅的 并且次数和小便的量也是正常的 该接小便的时候 一上午接他两三次 该接小便的时候 到厕所里面很顺畅的就接出来了 没有感觉到有分擦呀 有没有力气呀 或者说有的人要扶着那个墙才能够把小便解出来呀 这都提示健康状况可能有问题 临床上经常会见到这样的病人 有的人说了 说哎呀 王医生我最痛苦的就是我这个小便问题 我不敢出门 为什么 我时时刻刻都想小便 特别是一出去一紧张 哎呦 小便管不住了 有一个五十多岁的女病人 她就是饱受这样一种痛苦 说她每天出去的时候要在里面垫一个尿布室 那么从中医的角度讲 什么问题 肾气亏虚 肾气亏虚 那还有 有的病人找我们看病的时候说 我每天晚上要起来七八次小便 大家想想一个晚上总共多长时间睡眠 七八个小时 他要七八次小便 那整个晚上就不要睡觉了 一会就感觉到小便 一会感觉有小便 那么有许多男同胞会告诉我 哎呀 我这个小便不正常 我说怎么不正常 他说分岔 一小便分岔 从头分到尾 有的说 哎呀 我这个小便没有力气解出来 并且小肚子胀咕咕的 觉得小便完了 好像孩子没有解干净 对于这样的男同胞 我往往会建议他 踩一踩前列线 是不是有问题 所以说小便也很重要 一个健康的人 他的小便是很通常的 并且次数和量都是正常的 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 实际上